7月开始先带您关心空军一架编号7017的S70C海鸥直升机 昨天晚间到绿岛东南方60海里处要救援一名身体不适的一年渔工时 发生了坠海意外 海鸥直升机上的6名机组员 其中救护士蔡仪哲获救 其他5人失踪 目前还在全力搜救 为什么会坠海 国防部表示当时天候状况不错 失事原因还有待调查 天还没亮 嘉义空军基地4架S拐东西海鸥直升机就紧急升空 抢救26日管间在绿岛外海失事 编号7017的直升机机组人员 国防部也全面下达救援命令 到今天早上为止 海军机已派出5艘舰艇 海军署派出6艘舰艇 另外空军也派出了S拐东C C-13东的运输机 一度K以及空情总队的直升机各一架次 以海上空中兵力连续不中断的方式来搜寻 高部长非常的沉痛 在第一时间 指示参谋本部及海空军要掌握黄金72小时 全力的搜救5位目前失踪的机组员 26日晚上6点40分 嘉义空军基地接获国家搜救中心通知 绿岛东南方六十海里处 一艘屏东琉球级渔船加渔发号上 一名印尼渔工心肌梗塞需要救援 一架具有夜间救援能力的S拐东C奉命前往 晚间7点40分在屏东平南基地加油后 9点10分抵达救援现场 没想到9点16分就有海巡逐回报落海 然后他们有看到那个直升机的灯光 然后不久之后直升机就坠落海面 然后那个船长他一发现他坠落海面之后 他马上就前往那个失事的现场去做抢救 然后人间度是七里 也是叫目视天气 然后没有云目 然后可以目视整个海面 在海上的风浪大概是五级风 放高两公尺 天候不影响下 外船7017失事和夜间飞行空间迷向 飞机老旧甚至人为因素有关 不过还有待空军专案小组调查 那时候舱门有打开吗 所幸意外发生当下 附近渔船和海军署紧急抢救 发病了一名骑渔工和一名救护士 蔡仪哲被顺利救起 先送往蓝宇等待一个晚上 27日早上送进台东马节医院 只有轻伤 左脚脚踝有点柳伤 其他地方所谓的撞击伤 那个大概都没有重大的妨碍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可能会也经由医院的同意 我刚才去拜访院长了 等一下我们会可能就让他 先回他的服务单位去 除了获救的蔡仪哲 目前还有五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 包含少校正驾驶陆正 上位副驾驶洪士豪 机工长蔡国辉 救护士陈迅宏 和中尉医官陈炳洪 国防部要联合各单位 把握时间全力抢救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中尉医官陈炳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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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一大阶尺医官弈出